接着来关注来自新疆的消息 新疆乌鲁木齐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的工作人员们 在乌鲁木齐市仓房沟长盛四对 查获了一家生产豆瓣酱的黑作坊 作坊之内弥漫着辣椒腐烂的气味 这样的食品假如吃进肚子里 对人体的危害是可想而知 我们来看记者荣睿从新疆乌鲁木齐发回的报道 黑作坊的厂主在看到制监和公安执法车后 便气场而逃 这家黑作坊冒充四家品牌豆瓣酱的产品 严重危害了消费者和正规厂商的合法权益 这一看到有车来 然后这个生产经营的有两个人就跑掉了 但是我们到这个生产现场一看 确实这个现场这个生产状况确实比较混乱 有那个有半成品 有空的包装桶 还有一些那个食品添加剂 另外还有一些原料 同时发现了就是这个企业冒充 多家内地 还有咱们那个新疆的一些 和货政企业的一些那个 企业的那个标签 记者在现场看到 屋子正中是一个六平方米左右的长方形水泥槽 里面盛满了已被粉碎的辣椒酱 水泥槽四周和地面污浊不堪 黑水泥土和辣椒酱混在一起 水泥槽一侧 一个半米高的水泥池中 浸泡着辣椒皮 水发黑 上面还漂浮着一层白色泡沫 除了现场脏乱不堪 记者还在库房看到 辣椒红 日落黄等添加剂 库房还有成代的工业用盐 执法人员介绍 辣椒红和日落黄均是着色剂 辣椒红还可延长仿真食品的货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明令禁止 在食品中使用工业用盐 因为其食用后可能引起中毒 甚至会危及生命 此前乌鲁木齐就曾发生过 食用豆瓣酱制人死亡的案例